为什么学生思维不太适合职场? 现在这些话题,我发现我也落伍,很不适合了,变化得太快。 在我十几年前毕业的时候,刚到社会,那时候都需要经验。 这有没有经验,那有没有经验。 现在行业分科太多了,以前是三百六商,现在三千六,三万六都有感动,越来越细。 隔行如隔山表现得淋漓尽致,人们越来越专项到某一项,而很多事情反而不会做了。 那古代,为什么这种事情会比较少呢? 其实现在啊,就连老师,很多的老师,他出了校门,都不知道干什么,不知道什么都不会。 让他干,都干不好,那只能书本上讲得头头是头,理论上,实际就不行了。 那为什么会这样? 因为很多都是工商的学科,理工科,要求技术性,实操性很强。 怎么鼓吹的匠人精神呢,现在。 那这是一方面,那古代它都是,讲四十五经,为人处事,治国理政,它是一体的,你即将而后就能治国。 留学在一些事情,具体怎么应应,多一些实战,就可以了。 那时候人也没有胡想八想,乱七八糟的事。 那么现在的社会啊,一是风科多,二是学生呢,他毕竟是年轻经验不足,单纯的在压岸塔里边。 很纯真,我们听他们聊天也很开心,但是难免有一些轻浮的部分。 你看小孩子,他都很好玩,那怎么社会突然一下变成大染缸了呢? 就是各种的心机、罪证、物质欲望的权力等等这些事情啊。 人成熟了,经验多了,总有一些会有把戏出来,就是心不纯了。 按照理,一个理想社会,它不至于不会这样。 而且对年轻人可能尤其还会照顾一下。 但现在年轻人看似好像也很聪明,很灵广,很多新的词汇出来。 很多是不切实际的。 人还是越老,行严越足,只是他的体能,精气实不够了,做事没有那么快,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快。 但是他在人文的方面,反而是人生当中更重要的。 而一些技术方面,是年轻人是不错的。 被学生,他也有学生擅长的。 但他,人情往来,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不行了。 像西方的那些,为什么年轻社会,他们人与无打交道。 那现在印度,人与神经常往地下,一扣拜,什么都不干,经常搞这种事情。 有没有,有没有作用,你过有份子的偏激。 都过有技能,人们都喜欢年轻的时候的样子,觉得这个时候很有各种的精气,条件,有时间,尝试很多东西。 只要你精力放在有用的身上,将来一定了不起。